从前她是唱《因为爱所以爱》的歌手,后来她是花无缺,是动作片李满地打滚,动辄伤筋动骨的打戏演员。 现在她是综艺中的音乐导师,还化身为厨子。 她的人生从来不怕从头再来。 这一次,她选择退出加拿大国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此处是否该有掌声?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唱歌、演戏都不错的谢霆锋,怎么甘心变成了厨子? 请点个赞再继续,让更多关注谢霆锋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因为父母谢贤和迪波拉都是当年民动湘江的大明星,他们的儿子谢霆锋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场人生直播,从出生就自带光环,踩在星光大道上。 这样的影响开始是光环,后来却成了谢霆锋的牢笼。 在人们心中,他首先是谢贤的儿子,然后才是他自己。 14岁时在加拿大与初恋女友牵手,照片不久就出现在杂志上。 15岁的时候,谢霆锋远赴日本学习音乐,展露出他在音乐上的惊人天赋。 但因为是新二代,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例如第一次登台,迎接他的就是满场的虚声,以及上千只扔过来的荧光棒。 但这样的逆境,没有让年少的谢霆锋退缩。 越是不被认可,越想要证明自己。 9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My Attitude后, 两手主打歌,万诱引力和坏习惯,近占香港各大流行榜位置, 并入选十大竞歌金曲,成为香港乐坛的新生力量。 16岁回港出道,封面上,频繁出现这位新兴人类。 19岁推出的两本专辑,更是奠定了他实力唱将的地位。 4月Believe取得白金销量成绩, 9月首张国语大碟《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打开内地知名度, 次年的《因为爱所以爱》更是火遍全国。 千禧年的春晚舞台上,他西装革履, 牵着身穿婚纱的董捷走出来,唱了一曲《今生共相伴》。 20岁那年,在无数媒体的注视下, 他跟当时已是天后的王妃多次牵手走过, 从确定恋爱关系到分手,再复合, 每一次都是识破天津的大新闻, 让吃瓜群众摸不着头脑, 而他的八卦远不止和天后那么简单。 后来媒体抖出张伯芝才是他的真命天女, 无论当初这些新闻是谢霆锋有意为之, 还是猝不及防地曝光, 他出生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大众的发言。 但即使谈恋爱花了谢霆锋极大的精力, 出道后他还是凭借对演艺事业的苛刻要求, 交出了超过同龄人的成绩单。 虽然年少轻狂, 但凭借这股拼劲, 谢霆锋圈粉无数。 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 《半支烟》里的街头少年提名金马奖。 新警察故事里和成龙并肩作战的郑晓峰 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十月围城中淳朴忠诚的车夫邓四弟更是获得十个影展的提名, 并最终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在偶像剧里当主角, 在大制作里当配角。 经过十年的淬炼, 2011年谢霆锋迎来了自己的大男主线人, 出演一位在刀口填写黑白两道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 靠片中出色的内心戏和飞车动作戏, 最终赢得了金像奖最佳男主。 31岁的谢霆锋站在台上真情恳切, 请爸爸原谅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 可以养大这么一个麻烦的小朋友, 依旧对着大家笑脸迎人, 你才是最佳男主角父亲。 果然是别人家的孩子。 至此, 谢霆锋彻底告别了年少轻狂和叛逆。 脉象成熟的他, 越来越尊重自己的内心。 何张博之离婚后, 不顾外界舆论的哗然, 再度和王妃牵手。 谢霆锋下厨是从离婚后开始的。 2012年的一个晚上, 他睡不着, 突然在网上看到舒服蕾, 想自己做一做。 他先揉一个面团, 把它慢慢揉得发胖, 放进烤箱, 坐在旁边点一根雪茄, 想事情, 等烤箱挑出香味。 那个晚上, 他烤了四个舒服蕾, 在小小的厨房里, 发现了久违的开心和放松。 谢霆锋自己做饭, 刷碗, 以前不怎么说话的他, 竟然发现通过美食可以和妈妈聊天, 叫爸爸吃饭, 也能让一大群朋友来分享他们的感受。 因为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谢霆锋认为美食是表达爱的直接的方式。 在这样的情绪下, 谢霆锋想起了做美食类节目, 挑大梁操到了十二道风味。 本来不经意的尝试, 却从2014年演到了2018年。 从广为人之一席白衣, 散发冷酷气息的花舞缺, 倒在看到他时, 一身厨师服, 同样的雪白板正, 在漫天飘落的金黄油滴中, 细细品味着某橄榄油的美妙, 这一切一切熟悉而陌生。 2020年, 谢霆锋40岁。 8月21日, 中国好声音新一季开播, 他以导师身份回归, 在开场表演中, 头缠发带, 手持吉他, 唱了一首传奇。 两个月后, 10月21日, 他出席上海米其林晚宴, 现场献祭, 做了五彩斑蓝油铺面和特色剁椒鱼, 或搬米其林之友称号, 这是他继2016年后, 再度获得这项荣誉。 在吉他与菜刀之间, 谢霆锋迎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 演过这么多角色, 谢霆锋入戏最深的, 大带正是一个厨子。 他说厨房是他的修行地, 一道菜35分钟, 一个炖菜可能是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煎的三分钟。 最后怎么让他们一起在七点半摆上桌? 这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 好的主厨, 首先要能做好这样的事情。 真的找到这个忘我的境界, 你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三年后, 节目开始公司品牌化运作, 网综风味上线, 边看边买的模式, 带来全新的美食体验, 用最短的距离, 尝到最远的味道。 而谢霆锋除了继续担任主持人外, 还成为投资方之一, 机身老板行列。 他以风味品牌明开了微博, 备注身份只有一个, 风味控股创始人。 这种纯粹, 一直延续到现在。 目前, 风味公司只有30名员工, 每个人至少都在打4份工以上。 在拍摄今年的月饼广告时, 负责道具的是他的司机和帮厨, 负责收音的是市场部, 他自己除了出镜, 还要负责灯光和摄影。 于是, 录制节目时, 他会刻意减少自己的出现, 让镜头更多地对准腊肠或者月饼, 会一针一针地慢慢去盯, 宁愿少卖一点, 也不做一些让自己不认同的事。 他的时间被无数会议和琐碎占据, 食品的库存和保鲜期, 直播和销售的问题, 一切搞定之后, 通常已经晚上11点, 再静下来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就到了凌晨一点。 谢霆锋说, 他希望自己的产品, 是依靠内容的沉淀而盈利。 为此, 他可以忍受这个品牌发展得慢一点。 在与资本市场的搏杀中, 他的佛系背后, 自有一份叛逆。 80后眼中的谢霆锋是个歌手, 90后眼中的谢霆锋是个演员, 00后眼中的谢霆锋是个厨子。 如果说年纪大的人还有点好处, 大概就是见识过不一样的鲜肉和偶像, 有棱角, 有个性, 不像现在, 一个个温吞吞, 亮闪闪的乖乖仔。 身为谢霆锋与拉姑之子, 他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出生一周, 就上了杂志的首页海报。 在国外求学的日子里, 他经历了父母离异, 家中欠债的变故, 背着吉他和鼓棒, 穿梭在日本街头, 受过欺负, 睡过桥洞, 挨过群殴。 每当谢霆锋以中国人自居时, 总有人会反驳, 你不是加拿大人吗? 这个客观事实, 总会让他心头一致, 像吃了一劲闷犬。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 家人在他小时候, 就帮他选择了移民加拿大, 骨子里, 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却始终强烈如一。 我是一名黄皮肤的中国人。 谢霆锋亲自作曲一首《黄种人》, 传遍大江南北。 谢霆锋在最近做客央视电影频道 《蓝羽惠客士士》表示, 已经在申请退出加拿大国籍。 面对国籍的质疑, 他正面回应, 我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我已经在申请退掉加拿大国籍了。 美食也好, 动作电影也好, 音乐也好, 无论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身份。 谢霆锋表示, 只想把中国文化, 中国精神传播给全世界。 视频尾声忍不住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 点击 点击